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了 了解一下今天第一队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他真的是太能省钱了 生活中无论什么事 他都算计得特别清楚 我只是觉得该省的地方就要省 没必要浪费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省下来的钱还能存起来 我都替他感觉到累 这样活得太憋屈了 我们应该学会及时行乐 享受当下 作为一个男人 我要了解自己身上的责任 无论做什么事 我要考虑以后 这叫未雨绸缪 掌声有请这一队有请 男嘉宾小张 32岁来自河北戴业 女嘉宾小刘 22岁来自山西康复师 来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喜欢这种类型的 对 是喜欢这种憨憨类型的 还是喜欢年龄大一些的 所谓大书型的 喜欢大书型的 谁追的谁 我追的他 在啥场合认识的 咋追的 在朋友聚会上面 当时在KTV里面唱歌 一眼就看上他了 然后我就觉得 他就是我要找的那种类型 然后我就问他要微信 然后我就一直追他 我就问 介不介意年龄小一点的 当你女朋友 后来我们就在一起了 你不是32岁吗 对 32岁 你把自己弄得 老了吧唧的干嘛呀 背个手 今天为什么来呀 就是我们两个感情 出现了一场问题 出现了啥问题 他老说我抠 咋抠啊 就是我们有一次 出去约会去了 吃完饭了 也没啥事干 我就说 咱们去看个电影吧 电影票五六十吧 然后呢 他就不愿意了 没必要花这个 贵的这个票去买 以后这个钱我省下来 他正好喜欢要恐怖 要喜欢东西 我送给他 这不也挺好的吗 挺会过的啊 当时人家约会 就是这心情 就想看个电影吗 就省着几块钱 那是几十块钱 大叔说了 几十块钱 几十块钱 也没有心情重要呀 对对对 当然这看电影 不就一件事 你不能说人抠你知道吗 只能说在这个问题上 他有他自己的想法 平常不抠吧 抠呢 就他来我们单位嘛 楼下吃饭 先开始的时候 要上两份炒饭 后面直接就变成一份 俩人吃了 吃饭的时候 你又不是不知道 刚开始我认识你的时候 咱们去你单位底下 接你吃饭 我要的是一份吗 是不是都吃两份啊 但是我这人 我胃不好 我吃的少 然后你吃的也不多 咱们每次要那么多 都扔掉浪费呀 最后要一份 我不给你一点 咱们俩都能够了 这不也挺好吗 剩一点钱以后来 干一点别的不好吗 吃饱了吗姑娘 说实话吃饱了吗 其实我胃口小 也就吃那么点 倒是饱了 但是不好不就行了吗 但是那你吃饭口 喝水还口 其实也没带我去过 什么大型的娱乐场所 游乐场呀 啥都没去过 就去那附近的公园 溜一溜 开始还买了 建立宝啥的 后面就俩人 喝上一瓶矿泉水 你好意思说 你看主持人 跟老师们都笑了 这哪有搞对象 买过一瓶水的呀 我刚开始 跟您谈恋爱的 是不是买过两瓶水呀 我也说过我胃不好 我喝凉的喝不了 然后每次买完的水 你都不喝 又喝一口 然后我还怕它浪费 把它全喝了 后来买这一瓶水吧 你这前妻 我不愿意跟我喝下 还是怎么了 我认为买两杯水 没有必要吗 怎么了呀 理直气壮 没话说了 姑娘 你这就是胡脚蛮缠 那我自己挑了两件 喜欢的衣服 我自己买 她还说我 我怎么叫胡脚蛮缠了呀 我该花这种花 不该花这种 我肯定不会去花 你买那么多衣服 你看你又胖 平常你又不穿 买的衣服又小 每次都挂在衣件里 看呢 当样子 你看你自己买 你要能穿 我能不让你买吗 你看你自己贵旅人的衣服 哪件你能穿呢 不不不 你买的衣服都不能穿啊 我买的衣服 我看着好看 我就想买 买了之后 我能摆着我就立志 我肯定能瘦 瘦了我肯定要穿呀 她喜欢我会给她买 但是她买的就是个样子 就是你买衣服 从来不买合适的 只买穿不上的 是这意思吧 对 我就愿意买小一门的 看着我出席 天哪 还对 你这有点浪费了啊 这还不算啥呢 还有升级的呢 情人节 就送我个小破盒 巧克力就没了 你所谓的 我节日就是要送断借呀 什么豪华的名牌的东西 我认为巧克力 也能代表爱情啊 这不也挺好的吗 咱们这些钱省下来 去放在有用的地方啊 你不送99朵玫瑰 你送一朵也行呀 没送花显是吧 对 咱不送花呢 我认为没有意义 我送的这个代表甜蜜 代表我们的爱情啊 行行行 那晚上啊 我们就吃了顿好的 这不是贵了吗 贵了就是情人节呀 跟我AA呢 让我掏另一半钱 你干的 那可不是情人节AA呀 那是她平常太乱花钱了 买完了那么多东西又没用 那次啊 这个情人节 牛郎之女的节日嘛 牛郎在凡间忙了一年了 是只女下来看她 不应该只女来请牛郎吗 你是女生 我不好意思让你来请我 我怕你乱花钱 我承担你那一份 然后把这钱担起来 我没有花呀 我自己买的衣服 咬牙对咬牙的 都说年轻人喜欢名牌嘛 有牙买的耐克 我还买了一半 买了半身 还没买全身 你那是阿迪 不是耐克 阿迪 会便宜点 然后我这钱我也没乱花呀 不都省下来了吗 我连一身都没买 就买个固子 因为这她还说我呢 我问问啊 你一直说省钱省钱 花到该花的地方去 你现在钱省下来了吧 对 我这钱省下来了 那你准备花到哪儿 还是已经花了呀 再投入到你们的爱情里头吗 就在她出差 去外边出差 生病了 我坐高铁去看她 给她买药 我是不是坐着高铁去的 然后你在当地好着上班 我也没走回来 我又坐着高铁回来了 不是你倒想走回来 你得往回走啊 就是她说我抠吗 我一没有抠 我该花的肯定可以 你不坐高铁怎么去呀 你这人真是 她对你好吗 姑娘 生病的时候来看我 倒是挺照顾我的 挺照顾啊 就是要是你平时能 别那么抠就好了 她还在什么时候抠你啊 就是我本来是自己租房子 后面她说她那儿啊 有所房子空下来了 让我搬过去 然后我就想着呀 真好呀 是吧 过去住 也还能省份房租钱 后面啊 人家问我收房租呢 男朋友问女朋友 收房租呢 那怎么叫跟你收房租啊 就是因为你花钱 它没有节制 我也是看你找不到房子 我们家这房子正好空着 我让你来住 然后这个钱我帮你存在卡里边 留咱们结婚以后 这钱会买一些有用的东西 这样不好吗 真收房租啊 这也不叫收房租 就是我她老乱花钱 老买一些没用的东西 我跟她说你来我这住 其实她给我打折了 给我打了半折 不是说打折 就是能有业务去 就是我把她这个 她老乱花钱嘛 平常挡不下钱 我把这个钱攒下来呀 那钱呢 放在以她的账号 放在卡里边了 给你存了吗 对 存就来了 存了 存了 但是她不让我动呀 不让动又 存了还不是就是个摆设吗 她存起来 导管那不是你的吗 你也知道我是 我是一个非常体检的人 我肯定不会去乱花的 其实我也是想跟她结婚的 就是她这个 前段时间那公司黄了 我就想的是看能不能 做个小买卖啥的 等于现在 对 张先生在那带业 我当过也是黄了 就是因为我这段时间 一直所谓的抠包 就是自己手里边有钱 我也跟她谈过 我说你看这不是我抠包 我才有钱 我也能招供你 我也能负担咱们的生活 是这样 所以说 所以你是想做个小买卖是吧 对 我说 那你怎么想 然后我这人 他让我做买卖 他也不是不了解我 我是不是善于做生意 做生意有赔有赚嘛 我跟她谈过 要不然这样 咱们俩把这儿领了 然后呢我也投资 就当于咱俩投资了 我也放心 然后把这个钱投出去 就做买卖了 对 我听明白了就说 您觉得您不是做买卖的人 对对对对 就是要做买卖也行 就得领证 是这意思吧 对对对对 你的意思是说 其实我也不是说 不跟他领证 就平时对我这么口 我真的是接受不了 行吧 那怎么办呢 就是在爱情当中 情感还挺好是吧 对对 喜欢他吗 喜欢 老是本分是吧 嗯 喜欢他吗 除了花钱大手大脚 没什么坏习惯吧 对对对 行吧 现在就是 就是碰到这么一个人 就是对对 就是我的生活观念不一样 我生活观念就是希望 把这钱攒起来以后 父母老了 或者我们都工作不了 知道了 知道了 明白了 就不乱花钱呗 对对对 但是现在你不是 也没工作了吗 对对对 未来的规划 就是结婚做买卖是吧 对对对 那不结婚就不能做买卖了 也分野 对 你还得为 未来的生活 有更多的考量吗 就特简单 对 就是女生碰到了一个 说不好听的话是 当你遇到了一个人 什么都好 就是在生活习惯上面 接受不了的 这么一个人的时候 你到底是嫁还是不嫁 或者取还是不取 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这个问题 就是大家所谓的 价值观的不同 它是务实型的 你是非常感性型的 你要的是那种 风花雪月的浪漫 要的是那种 环境和心情相匹配 只要我高兴 多花点就多花点呗 在乎那点钱干嘛呀 别斤斤计较 但男生呢 是一直处于 我今天说好 预算就是这么多 八十 你超过五块 你都超了我的预算了 价值观不同 怎么办 不是不能中和 关键是 要看你们 愿不愿意为了对方 而让一步 这个时候就考验到 爱情的问题了 你知道 女孩在乎的是什么吗 不是说你为她 花多花少 她在乎的是 你为她花钱的一个态度 关键你有一个 变化的点在哪 一开始在一起的时候 你表现得 好像是那么无所谓 可是慢慢地 当你们的关系深入之后 你就真的把她 当成自己人了 给她的感受是什么 就是你让她一起 跟你过苦日子了 但她不想 所以你这个时候 就要衡量 一个你爱的女人 一个爱你的女人 你是要让她开心呢 还是要同化她呢 为什么非要把你的 这种生活方式和价值观 一定要强加在她的身上 如果她要是不按照 你的生活观和价值观 去生活的话 那她就是不会过日子 我觉得这个 有点绑架的行为了 再一个 我们以前经常说一句话 贫贱夫妻百事哀 不是说真的穷 真的没钱 而是如果在生活当中 我把钱 看得比我爱的人还重要 那这日子 怎么会不挨呢 愿不愿意为了爱 更让一步 就看您了 谢谢 好 谢谢珊娜老师 来 曲总 以后跟她想结婚吗 或者说 以后你自己想不想结婚 有一个家 我想有一个家 她可能不是一个 非常称职的情人 她不太会给你制造浪漫 但是可能有时候 她制造浪漫 其实是满 满可以感动人心的 可是你不能够领会 就刚才她说 织女要来看牛郎 因为牛郎 劳动了一年很辛苦 所以她要 织女要给牛郎钱 哇 我觉得好浪漫啊 这个话能从她嘴里说出来 这就是一个很浪漫 很暖心的一件事情 但可是呢 你领会不到 不能说她不浪漫 事实证明 你就是乱花钱 为什么买的衣服 都穿不了 就看着 那不是瞎开心吗 明明吃不了两份饭 多买一份没用的饭 在哪摆着说明 她爱你吗 还有 更残酷的事实是 当你的亲人 或者甚至你自己 遇到了经济上的问题的时候 这会儿谁伸出的援手 她呀 如果她跟你一起 过你所谓那个浪漫 乱花钱的事情 那那会儿 她伸得了手 生活当中有很多的突发事件 是人不可预料的 所以我们有防范风险的意识 就如同她的公司倒闭了 如果像你那样 把钱都花出去了 不节制 那你们俩现在将面临 何等的困难 那都是她 所以说 你是想结婚的 那她真是一个 非常合格的结婚的对象 因为她知道你哪有问题 她知道你哪些事情 做得不对 她会不厌其烦地来教导你 甚至于是一些小的伎俩 就比如说 你租不起房子 来 到我这儿来住 到我这儿来住 我要收取打五折的房租 但是她没有把钱 放在自己兜里 是给你存到了 你名下的卡里 何等的有远见 何等的爱 所以说你真是 需要这么一个人 来帮助你一起 所以你们俩很配 就是她真是能够 跟你一起结婚 走下去的那个人 别生在福中不知福了 好好珍惜眼前的福吧 就这样 好 谢谢曲纵 来 严老师 但说实话 我觉得和这个男士 如果生活在一起 挺无趣的 你说我喜欢漂亮衣服 我就放在那儿就开心 你就让我买嘛 怎么就不能买呢 我又没有超出计划 说因为买的衣服 吃不上饭 怎么这点乐趣 你都要剥夺人家 小姑娘比你小这么多 会不会真的挺无趣的 对吧 我们吃饭嘛 多两样嘛 不要就两盘米饭 撒菜 是可能剩了半分 打包回去行不行啊 我就想多一点 有滋味 生活才有乐趣嘛 买饮料 能不能卖两种 一个甜的一个不甜的 我就要生活中 这么点乐趣 虽然说 这个女孩 可能在你的价值观里 是有些浪费啊 就是你买一两件 喜欢的不能穿 放在那儿可以了 你不要买一个衣柜嘛 这个我也不建议 但是说实话 你这个生活有点无趣 其实我觉得 先生这个节约啊 包括有规划 大面上一定是好的 没有问题 但你的问题在于态度 你看你 哇凶巴巴的 连喊带叫的 说人家 这谁受得了啊 聪明的男人是 我有我的价值的判断 我认为我是对的 那好 我态度上 我要去引领你 咱说说好话呗 给他画个馅饼呗 你看咱别买 那么多衣服了 我把这钱攒下来 将来结婚 给你买个钻戒 你用一个委婉的方式 让他去接受你的观点 这才是一个男人 该做的嘛 你老喋喋不休 你看你刚才 几乎是训斥的口气 谁能接受得了啊 所以你啊 把态度改一改 稍微呢 多一些生活的小乐趣 大的方向 还得听他的 要你这样花 将来这娃都生不起 其实姑娘 我觉得你啊 其实也认定这个男人 那你又控制不了 自己的消费欲 你就回家列个清单 我要结婚 我将来生孩子 我要善用父母 我需要多少钱 然后我现在挣多少钱 我攒多少钱 你不就清楚 该怎么花钱了吗 没有太大的问题 好好磨合 好好过吧 彼此包容 互敬互爱 祝福你们 好 谢谢阎老师 来 图老师 你是觉得你的女朋友 就应该跟你结衣缩食 没有 她就浪费一点 怎么了 可以 她就想卖那裙子 怎么了 可以 一个浪漫的女人 碰上一个浪漫的男人 那是小说 不现实 但如果一个浪漫的男人 碰上一个现实的女人 那是悲剧 可是反过来 一个浪漫的女人 碰上一个现实的男人 这往往就是生活 这男人不能太浪漫 男人应该把更多的精力 花在家庭的责任 养家 养孩子 这样会更实际一些 而实实在在在 生活当中浪漫的 应该是女人 而这种浪漫 也未必是烛光晚餐 未必是鲜艳的衣服 更多的浪漫 处在于生活的细节 而其实浪漫 是不太需要成本的 你在生活当中 一双干净的拖鞋 其实都是浪漫 就关键看你自己 想要的是什么 你想要这个男人 对于你太过于大方 这几乎不太可能 这是他长久以来 养成的生活习惯 只希望你在自己的 小浪漫和在他的 会过日子当中 你去选择 哪一种是你将来想要 但有一点我还是反对的 反对的原因就是 凭什么当初 在热恋的时候 可以为你掏尽 最后一个铜板 但为什么结了婚 成了我自己的人了 我就可以节约成本 我觉得这有点 过河差小的意思 其实你的女朋友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很清楚 她到底是不是一个 铺张浪费的人 你很清楚 所以在某些情况下 你可劲地把钱给她花 她倒反而不会不花 她如果真是个败家的女人 你也不会找她 所以如果你放开了 你的手 愿意让她花你的钱 其实她倒反过来 会比你更加珍惜这个家 更加珍惜你的每一份收入 你错就错在这一点 其实不从 有钱不买半年闲 您那一衣柜挂的 都是减肥以后的衣服 她当然受不了了 咱们普通小老百姓 过普通小老百姓的日子 我觉得她对生活解读 就叫实在 当然有些老师也说了 不够浪漫 真浪漫的事 基本不花钱 靠花钱营造出来的浪漫 基本也就不叫浪漫 当然那是得到了一定岁数的人 才能体会的 只要求你记住一个词 叫珍惜 你自己看着办吧 你也是个聪明人 对吧 好了 我们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是我挺不懂事的 然后还老是 买一些我穿不了的衣服 应该节省一点 可能老是让你操心 别这么说 是我没有估计到你的感受 是我没有给你一定 你想要的浪漫 这个我自己会改正 也希望你能 给我一个机会 不是挺好的吗 亮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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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打开箱子看看 你们藏的什么记忆 来 女生你藏的啥呀 这个是她用了五六年的包 当时我跟她在一块 然后呢 她这包都说背了五六年了 然后我就想着 这都背这么久了 还要她干啥 买个新的呗 我就让她换个新的 她死活不换 然后我就给她扔了 其实就没扔 藏起来 因为这也是背了五六年 其实也挺珍贵的 有她的记忆 然后呢 我也没随便丢掉 就给她藏起来了 行 从那个侧面 女孩拿这么一个包 说了一句话 其实我是懂你的 对吧 她叫懂你 你这什么意思啊 那个是我刚开始 跟她恋爱的时候 她自己用手工亲自 给我支的一个微博 我非常感动 也非常温暖 这个女孩太会过日子了 给我的这东西 比任何的富裕的 富贵的东西 还要重要 听明白了 以后啊 你就手跟我支点东西 比给我买啥都好 知道吧 我渴了 千万别给我买饮料 以后咱俩逛街的时候 买一水杯行吗 灌一杯水 我最幸福 都挺理解的 回去吧 回去吧 请关门 请开门 那造型真好 不得不说你真是有眼光啊 一眼就看中了这么一个男人 太合适了 来 邀请我们小花童 有请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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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想再处处 还不想再结婚呢 你再给我个机会 对 我还一直在处处 我再探处 处置你们的事 直接拿戒指 好乖啊 接下来我们见证 属于对对恋人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多好 对不起 以后我都不会感觉 希望你得过这个机会 我爱你 的折扎 没有谁能取代 你在我心上 哇 我们的情绪 天雪 又哪里还需要 我们的情绪 来来来来来来来 谢谢 谢谢啊 谢谢啊 要如是你出现 谢谢两位请回 谢谢啊 Core 我后来在想其实这个女生也挺棒的 因为好像在这个女生的字典里面没有比较 没有攀比 别人男朋友怎么样 我应该是怎么样的 她所有的这个东西都来自于说 我认为是怎样的 而不是我和别人比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这大概也是现在年轻人缺的一种东西 就是活出自我 要我自己想要的 而不是跟别人比较之后得出的那个我想要的东西 虽然很年轻 但是真的好像把那个日子过得已经很稳健了 她明白了一个道理 日子不是攀比 日子只属于他们自己 来我们来了解下一句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们已经在一起两年了 可她对我的误会很大 最近总是动不动的就跟我提分手 我感觉她根本就不在乎我 就只是把我当作一个工作工具 她对我真的很重要 我想以后跟她结婚 这个礼物是我的全部 我想把我的全部都交给她 平时生活中我根本不像是她的女朋友 反而向她的下属 我俩每天最多的交流就是工作任务 我真的累了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男嘉宾小李25岁来自广东 广告从业者 女嘉宾小雅23岁来自安徽学生 来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啊 安徽广东是吧 咋认识的 我们两个人一开始是在同一家广告公司里面的实习 然后她是在广告设计这方面比较熟 我的工作方面也是比较需要这方面的一个帮助 然后在工作中就经常去请教她这方面的问题 后来在相处中我觉得她这个人就挺好的 就跟她展开追求 后面就在一起了 后面经常就让她帮我画一些设计图 但是呢她就反倒觉得我是有目的性地去接近她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她完全误会我了 男生描绘的是说 女生的设计能力比较强 她喜欢上她了 之后两个人确定了男女朋友关系 她一直让女生给帮忙 是吧 女生就觉得她对这个感情不纯 是这意思吗 对 怎么会有这感觉啊 因为她总是在她需要设计图的时候才来找我 如果我设计得不好的话 她对我的态度就不好 是吗 对 这是你自己的感觉和感受 还是说这事实就是这样 我觉得这就是事实 有时候我对她的态度是不好 但不是说每次都是这样 因为有时候我上次给我的任务 第二天马上就要交稿 她周末的时候又急着要陪她逛街看电影 我不可能说把手头上的工作说放下来 然后就陪她一起去逛街看电影 然后第二天如果交不上稿的话 工作都没了 我哪有心情说去逛街看电影 怎么了 姑娘 怎么了 平静一些 咋了 姑娘 怎么了 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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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 没关系 我来问她 这设计工作是你的工作 还是她的工作 你告诉我 设计图只是她的强项 我的画是文案跟策划的方面 不是 现在你们俩还在一个公司吗 现在不在 那你应该跟你公司的搭档去做这个事 跟人有什么关系 因为毕竟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了 不是 在一起 你的工作是你的工作 她的工作是她的工作呀 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话 她能帮上忙的 多少可以帮上一点 我不想让外面的人去帮我 不想去欠别人人情 两个人在一起的话 互帮互助不是很正常吗 那不是你的工作吗 而且我们知道设计图这样的事 其实在广告界来说 是核心创意的东西呀 对 没错 但我觉得她能在家里 她能帮上忙的话 多少帮一点都行 因为两个人在一起 是一个个体不用分得那么清楚 不对啊 那你不对啊 那你工资给她吗 都有给 我来问女生啊 就女生刚才为什么一下就失控了 我觉得我更想要的是感情 并不在乎她给了我多少钱 你刚才为什么失控吗 但我觉得感情根本就不够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她说到说周末的时候 因为她要陪你去玩 对吧 所以老板教的工作就完成不了 因此回来之后 她就希望你帮助一下 她说到那儿的时候 你开始哭了 她要求你设计的东西多吗 可是她让我设计的东西 都是她的任务 但每回都要我来帮她完成 也就是说她的工作 都是你在帮助她完成 是吗 对 而且周末出去逛街 比如说我给她设计得比较好了 她才乐意陪我去 设计得好了才陪你去 对 就是你给她设计的这个图 你会数她的名吗 对 我承认我这个人呢 是比较好面子 因为后面的有一次 我们的韩业内举行的一场比赛 然后我有拿出一个作品去尝赛 结果得奖了吗 是她的作品得奖 对吧 是我们两个人一起的作品 她数名了吗 我对外没有说她要帮我一起完成的 我是说我自己一个人完成的 因为我这个人比较好面子 但是因为这一次比赛之后嘛 我是跳槽一家比较好的广告公司 也因为这件事情 她呢 觉得我陪她时间少了 更不珍惜她了 但其实也不是因为这样 不是这个 这样子的 女生又怎么了 委屈是吗 就我知道 实际说白了就是 你现在获得的职位 是靠你们俩共同完成的作品 获得的 对吧 对 那个时候你们在一家公司对吗 没有 她在家里 我们现在两个人合租 那就等于现在 你的很多东西是靠她来完成 我理解的对吗 也不对 因为我们一个作品 不是说光靠她一个设计图 就可以完成的 对啊 不就是你们俩现在联手完成吗 对 但是她从不署名吗 是不署名 但是也不是说 全部都是靠她完成的 行 听明白了 姑娘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说 她这个人设计得好就陪你去 设计得不好就陪你去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 有这感受和感觉的 有一回发烧来着 然后她说 她说她上次催着她的岗 但是我当时发烧呢 她还逼着我 让我给她设计图 然后我当时不开心 给她设计得简单了 她就对我大发雷听的 还把我一人撇家里了 然后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特别的心寒 我觉得她更注重她的视野 不是说更注重我 有没有这事 那一次你生病发烧 我对你的态度是有点不好 但是我那一次是有原因的 因为我上级给我的任务 而且客户第二天 还要我要给她一个交代 所以那次是 我升职的一个机会 都是钱啊你知道吗 然后我也不知道 刚好你也生病了 回到家我才知道 我想问一句啊 你们公司的设计呢 我们公司 我是这个设计部门的一个新人 因为我刚转了 是刚转过去的一个 对啊那你们这个职位 要不要求 这个文案和图形都具备的 这个解决说 这个岗位的要求 是要求只具备文案要求 还是说需要文案和图片 同步要求的这一个职位啊 文案里面跟是一定要配图的 因为图文 文案是一定要配图的 所以说图的工作应该是你自己完成的 是还是不是 照理来说是的 但是我需要更好的配图 他这方面 设计图方面比我上长 所以他如果配上我的话 可以做出更完美的做法 哎呦你个臭小子啊 你这不就是 投机吗 除了这个还有别的吗 就是在生活当中 咱们把这些做图的事都放在一边 我们大体听明白了啊 你们在情感当中 还有怎样的纠葛和瓜葛姑娘 还有就是 他的异性朋友比较多 他天天葛家吧 就是手机 一直抽手机 他跟异性聊天的时间 比跟你聊天的时间多 然后还有就是 他 他有一次 我有一次翻他手机的时候 看见他给一女生 发了个521的红包 我过生日的时候都没给我发 而且还让我给他设计图来着 啥都没有 是给人发521的红包了是吧 说异性朋友吧 就是我手机里面的所有联系人 全部都是我的同事 而且我身边的朋友 全部都知道我跟你在一起的 都知道我跟你的关系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一直 还这么的不相信我 这么的怀疑我 他一直认为 是我是因为他的才华 我才跟他在一起的 去是有目的性的 但是呢 当初他不也是看我的帅气 才跟我在一起的 这不是也是跟我一样 听明白了 这是你的逻辑是吧 就是他取的是你的色 你取的是他的才 是这意思吗 所以谁也别说 是这意思吗 行 还有就是我想提一个问题 你能确认世界上的 任何一对情侣 他们两个人在一起 是没有一点点的功利性的吗 一对情侣他们在一起 你能确定他不是因为 贪图这个女的美貌 才跟他在一起的吗 然后你能确定 这个女生跟这个男生 会跟他在一起 不是因为这个男生的财产 不能确定吧 为什么在一起 你自己说的不能确定 我们还没回答 你不能自问自答 那你就要自圆逻辑嘛 对吧 我是想知道说 你说这个的目的是什么 我说这个 我就想证明一下 在别人那里 不能完全确定是功利性 为什么到我这边 就直接说我 就认为我是功利性呢 不是谁在说你有功利性 刚刚在场 我刚才听出来 这是你听出来的 对吧 对 我们说什么其实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女朋友的感觉 对还是不对 是她误会我 误解我 好 所以你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想要她 理解我一下 不要继续再误解我 因为我是一个 事业心比较重的人 我想要我们两个人 一起 她帮助我在事业上成长 然后我想要给她 以后一个好一点的家 不想要在神圳这个大城市 以后过不上好日子 所以你今天来是干嘛呀 说明情况 解除误会 是吧 对 女生什么时候有意识说 她是在利用我 这个时间有多长啊 一开始是没感觉的 但是到后来 就是慢慢地会有感觉 是什么时候感觉出来的 连我自己都不知道 她今天来是解决误会 那你今天来是解决什么的呢 我就是想要一个能多用心 对我的那个感情 就是你今天来实际 还是希望她能有调整和改变的 是吧 她改不改变要看她 是吧 所以女生对这个情感 也是带着希望而来的 对吗 你要感情 我之前不是也跟你说的吗 等你毕业出来之后 然后我们两个人就结婚 但是你总以着很多很多的理由 然后拒绝我 可是可是我现在 你要感情我给你啊 我们两个结婚啊 我们现在还在继续啊 而且我们现在 连经济能力都不够 怎么在身这立足啊 而且你现在 就这么急着想跟我结婚 你不就是想着 以后我能一直给你设计图吗 而且你现在对我这样 你说以后我结婚了 我怎么想呢 谈恋爱的时候 你现在就对我那么冷淡 以后如果我结婚了 会不会对我更不好 我是一个事业心比较重的人 虽然我现在 因为我事业比较忙 对你是冷落一点 但是我想说 忙是先苦后填 我不希望先填了之后 后面苦日子那么多 我们两个人现在一起 把后面的路先铺垫好 以后我会加倍地补偿你 听明白了啊 我听到了现场观众席里的叹息之声 大家其实都看得很清楚 是非曲直 大家心里都有一杆秤的 就是这么一个情感状态 但是我看在这段情感当中 女生还是有所眷恋的 还是希望有所改变的 男生倒是毋庸慧言地 赤裸裸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大家看完之后 大家会有自己的一个判断 接下来我们就请老师 给你们说一说 就是在这段情感当中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让女生也知道 让男生也清楚地知道 好吗 我们一起进入 邱比特问卷 我先跟女孩说啊 不是说你和事业 她在选择 你傻得可怜你知道吗 你压根没在 她的选择范围之内 你只是她利用了一个工具而已 她根本没有说 把你和事业并驾齐驱 我现在要抉择 我更重视事业一些 还是更重视你一些 你不是 你甭说并驾齐驱了 她都不把你看在眼里 所以我劝你 今天 那箱子都别打开 直接走 如果你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 我们不卑微 不起求 我看到资料上面 你自己表述 你说 一开始你接受她的时候 你也在打退堂鼓 你觉得你相貌平平 你觉得她长得还挺帅 她怎么能追你呢 就是因为你这种不自信 和你的自卑作祟 让你在这段感情当中 这么地卑微 你连自己一丁点的权利 都不争取 你甚至还幻想说 让她能更重视你一点 她怎么可能重视你 你就是一个赚钱的工具啊 我因为你 我作品获奖 因为你 我赚取了更多的钱 我因为你 我以后 晋级一个好公司 跳一个好槽 然后我达到了 我人生辉煌的时刻巅峰 那个时候你就不在了 你还以为 她能带着你登上那个巅峰啊 她如果再碰到一个 比你还有才华的女孩 她立刻就会踢了你 她会换掉你的 她对你不存在爱 压根没有爱这件事 你有才华 你相貌并不平平 今天从这个舞台上开始 我希望你正视自己 我希望你做一个 勇敢坚强的女孩 我希望你对自己 重拾信心 你的才华 和你对人的善良 还有你对待这个世界 充满的爱意 一定会有一个男孩 非常珍惜你的 请你对你自己负责任 也对你爸妈有一个交代 好吗 还没想明白 那你的人生也就这样了 对男生 你说我们在一起 都要图对方点什么 是 用你的价值观来说 是 我们每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要图点什么 但你图完你得付出吧 一个纯粹 为了物质而去恋爱 你这都不叫恋爱 去索取的人 是获得不了事业和幸福的 一定的 请你善良一点 谢谢 男生 男生 我就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这个女孩 她不会设计 你还会跟她成为男女朋友吗 回答我 会 我承认 这么没有底气呢 我承认 一开始我是 被她的才华所吸引 但是后面我们在一起这么久了 也是有感情了 我问你的是 如果她没有设计的这个能力 你会和她成为女朋友吗 你刚才回答是会 对吧 但其实事实上是不对的 你后面说的话是 我一开始被她的才华所吸引 换句话说 一开始吸引的一定是 她的设计的能力 是还是不是 我一开始我也说了 我是 一开始是被她的才华所吸引 然后去接 去接近她 然后后来发现 她的人挺不错的 然后才追她的 我不是因为她的才华 才追她的 好 接下来的问题是 为什么她设计的不好 你就会态度不好 反之则会好 换联起来之后 都是你在利用她吗 你们之间是一个交换的关系 我想 我想老师 可能刚刚 你们刚刚也误会了 我跟她说的话 我没有误会你说的话 我说的话 基本上是这女孩说的 你只有在需要她的时候 需要她什么时候 她的设计能力的时候 才去找她 但是对她的态度的好坏 是以她设计 交出来的成果好坏 为一个界定的 接下来 为什么大家对你的印象 会是负面的呢 其实你完全是在用 一种欺骗的手段 来博取这个女孩 为你工作 同样 你面对公司这边 交付也不是你的作品 你所有获得的奖项 得到的升值 都是因为 你的女朋友在幕后支持 所以你把它切为 极有 一个平面设计作品出炉 一定有四个环节 创意 策划 文案 还有设计 但是你可能 展现在你们公司面前的是 我是一个全才 我能够因此 得到公司 给我更多的利益回报 并且更高的职位 但这个手段 就是两个字 欺骗 在事业上和感情上 你都用了欺骗 隐瞒的手段 获取到了利益 所以说这种感情 一定不可能支撑下去的 你以此换回来的事业 也不可能长久的 你会自食其果的 你不需要跟我们去辩论 说男女之间 情侣之间 夫妻之间 有没有利益交换 当然是有了 因为他们是利益共同体 但我们再回过来 审视你们之间的感情 它有得到 或者分享到 你所得的利益吗 没有 她在这份感情当中 她一无所获 她被你蒙骗 所以你用不正当的手段 是得不来感情 同时又获得不了事业 就这样 好 谢谢许总 姑娘 你爱她什么呀 她曾经 毕竟也是对我那么好过 既然 在你的描述之下 我们所有人认为 她这个人只会利用 没有感情 你来干嘛呀 你把她描述成这样 当然她自己也把自己 越抹越黑呀 那你干嘛还来呀 我其实真的想说 我们就不能有一丝丝 美好吗 为什么你们要把 这段感情说成如此不堪 我不理解 当你知道她是利用你 而不是爱你的时候 你赶紧走啊 这有什么好留恋的 这样的结果对你有什么好处 对她有什么好处啊 我想说的不满就赶紧走 如果有眷恋 不要把彼此搞得这么不堪 男生我问你一句话啊 如果她再也不给你画图了 你还娶她吗 娶 照样娶 都说我跟她在一起 跟她谈恋爱是有目的性 我最大的目的 就是跟她结婚 你敢说结婚你就敢离婚 究竟你内心怎么想的我不知道 但我觉得如果就为了画个图纸 为了帮你的工作当中 添砖加瓦 你就要去娶她 那也真的可笑至极 你真的是这样一个男人吗 我是这样 真的是为了几幅作品 就愿意把自己的婚姻搭进去吗 你自己思考 观众也思考 我还是心存一丝善念 希望你们都能够有一个 善始善终吧 从这段感情当中 其实听不到太多感情 听到的更多的是 你对她的利用 当然我相信姑娘和你在一起 也有所图 是因为你帅 是因为你在外边能说会道 能够让工作把她的成绩 你去外化出来取得成绩 让她有价值感 我不知道怎么判断 但总之这份感情当中 真的是爱的成分太少 利用的成分太多 所以我觉得 我们不要为了什么而什么 不要因为目的而去行走 我们应该发自内心的考虑 眼前这个人 我有没有爱 有没有感情 我们在一起 能不能互相取暖 所以我希望你们 都给彼此留一些面子 即便不能相处 咱们就散了 给自己也留一份面子 别让别人认为 你们都那么地不堪 好不好 谢谢 好 谢谢袁老师 来 图老师 他是为设计者 你也是一位设计者 设计者与设计者之间 应该有最基本的信心相惜 因为我们都付出劳动 所以我们应该尊重对方的劳动 但是我更想说的是 是你 这个行业当中 为什么会出现一些 类似于像这样的剽窃的人呢 是由你这样的人在纵容 你也是一位设计者 你不是我男朋友 我不纵容他吗 你可以帮助他 但你不能纵容他 一方面你是他的女朋友 一方面你是个设计者 你每一份作品都包含自己的心血 你知道你这样纵容他下去 是能够帮助他真正的能力成长 还是总有一天 他会被别人戳破他的面具呢 所以你既然自己 不拿自己的作品当回事 你不拿自己的心血当回事 你也不把自己的感情当回事 那就不要说别人这样去对待你 就是因为你长久以来的这种态度 造成了他跟你之间的关系 就像他自己所说的 唐二皇之说的 如果我不图他点什么 我为什么要跟他在一起 我告诉你 当两个人在相爱之初 刚认识的时候 一定是图对方点什么的 家境 相貌 才华 的确是这样 因为我们都是凡夫俗子 但是当我们已经深爱了 在一起了之后 我们之间最重要的是感情 那些最初的条件 早已经不是我们最在乎 但如果你已经跟他相爱了这么久 始终把他当成是一个工具 那你就不要在这偷坏概念 认为大家都觉得 长久地生活在一起 就是因为我能从你身上获得了什么 设计本来是一件非常单纯的事情 因为只有内心有才华 心里干净的人 才能设计出不凡的作品 但是像这样的想法 这样的内心的价值观 还能设计出什么好作品吗 生活也不就是如此吗 所以你们俩今天 今时今日能够谈成这样 那都是罪有应得 就这 我理解老师们的愤怒 为什么会愤怒呢 就是在他们结构意识里面 基本的行为规则没有 和异性相处的基本法则是没有的 所以到最后 我们只能给女生一个提醒 也许她是爱你的 也许她是利用你 这一切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自己 在这段情感当中 你的感受是什么 你自己去感受 听明白了吗 如果你是痛苦的 你就选择离开 如果你是享受的 你可以继续谈下去 因为没有办法 就感情的事情真的没有办法 来吧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我想跟你说 跟你在一起的这算自己 但是我对你虽然说不是很好 但是我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为了我们两个人的将来再打算 要相信我 不要再误会我了 行了 两位 还要看箱子吗 来 请开箱吧 来 不想拿是吧 哦 女生放的是什么呀 随机稿图 啥意思呢 就是告诉他 曾经他的成功 也有我的付出 那个箱子里 我刚才看了一下 男生是放了张卡是吧 嗯 啥意思啊 那张卡是 这些年 我们两个人 一起我做的作品 每次的稿费奖金 跟我的工资都放在里面 哦 行 女生是退回来没拿是吧 好的 两位请回吧 好 来 请关门 请开门 我抱歉 我 ay 这些年 都没用了 喂 我 要是你啊 我回公司 得跟老板 如实地说 哪些是我做的 哪些是他做的 这个真的跟面子没关系啊 听明白了吗 把你的卡带走 可以回去了 还有话说是吗 我想说我也会尽我可能去 最伟大 因为我觉得 我之前做的 也确实 忽略它太多了 回去吧 谢谢你 这个舞台呢 我们说谈情感的时候 我们很难说 在一段情感当中 双方有什么样的对 和有什么样的错 我们气氛的那部分 是我们今天重点考察和考量到的 这对情侣 关于职场和职业那部分 有是非曲之标准的那部分 希望你们在未来的情感道路上 踏踏实实 不要偷机取巧 因为人生 没有偷机取巧的路 可以走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京云UP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 接下来 有请我们的老师 进入到京云中央厨房 让我们一起进入爱情保险期 有网友提问 最近被男朋友分手 他的核心理由是 他的经济压力太大 我又给不了他太多的支持 我说我的工资比他高 我们的钱可以放在一起用 可是他说他不想花我的钱 说我赚钱也不容易 他说我们不要互相耽误了 他想找一个条件好的 以后生活轻松一些 我很痛苦 可他说他不痛苦 他想结束 我应该怎么办呢 当你面对一份伪爱情的时候 你应该庆幸地远离 而不是痛苦地纠结 真正痛苦的应该是他 因为他即将失去的 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 那就是爱情 再一次的谢谢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 收场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